拼多多,一个成绿三年,号称有三亿人在拼的购物网站,成功登陆纳斯达克,而且上市交易透股价股价,一度达到27美元,发行价位19美元。 相比较小米在港湖上市的表现,拼多多完生小米啊,难道是美国人傻钱多? 当然不是,因为美国人不知道拼多多是什么,也不知道拼多多拼的是什么,三亿人都在拼,不知道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,身边没有见过有人下载这根软件,但是在链接上却帮人砍过一刀,估计是把这个也算上了,砍一刀就算拼多多了,着实无语,拼多多在美国上市后,国人坐不住了,开始一波又一波的吐槽热, 还引来了消费降级的概念,对于国人的质疑,拼多多却认为这是网络有波次的暴击,是别有用心的人刻意为止,还想监管举报,真不知道拼多多拿来的底气。 有网友说,在淘宝,京东我还担心买到假货,但在拼多多我完全不用担心买到假货,有人会去买9.9元的奶粉吗?有人会相信9.9元的平衡车吗? 在淘宝京东热衷于打假的过程中,便拼多多提供了商机,既然你们打假,淘气这个业务,那为拼多多就接手了,而且还获得了巨大的成功,至少目前是成功的。 在国内外媒体的质疑声中,拼多多股价,一度跌破八行价,创始人也急了,马上打假宣言,并下架一千多案件商品,意图获得市场认可。 但是一切都太晚了,拼多多错就错再不止夸得太大,急急忙忙上是为了什么,投资人急需变现,炒作,只想说这个市场已经没有那么多傻子了。 呈现经营,拼和新竞争利获得市场认可才是王道,拼多多的后台老板腾讯市值已经跌去一万亿了,难道不能从中学到点东西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